这个boxes我们的所有的盒子是怎么得到的呢 就是这个函数帮咱们选择的 这个函数里边啊 咱们需要传进来它的一个feature map feature map就是等于咱们的一个特征图上的一个概率矩阵吧 把它传进来 然后呢还需要这样一个scale 咱们刚才scale在那 scale在复兴环里再给它复制过来 再把scale传进去 那么现在咱们是不是就也 就是也是完成了这个选择人脸框的一个操作了 完成了这样一个选择人脸框的一个操作之后 我们想一想啊 刚才是不是还有一个totalboss啊 我们来看一下totalboss 现在咱们是不是 就是说是完成的是一个scale啊 但是呢咱们是有多个scale的吧 如果说咱们的一个boxes 如果说它不是空的 我把直接进行一个f判断就可以的 如果说它不是空的 它要不是空的 我让totalboss里边pand进来一下 把咱们当前的这个scale 它的所有的人脸框 我检测到的放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把这个 最后咱们这个循环啊 咱们是不是当循环执行完之后啊 就是所有的scale之后的一个结果 都会得到一个feature map 然后不同的feature map 咱们都可以得到一个最终的一个 人脸的概率值的结果啊 再把这个概率值的结果 映射回原来的一个boxes上 咱们就得到了这个人脸的框了吧 这里呢还没有完 这里啊咱们还想 还需要给大家解释 这样的一个问题 哎呀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蛮 哎呀蛮头疼的 就是说咱们现在呢 假设说检测出来了人脸框 哎我检测出来很多很多人脸框 怎么办 比方说我画一下 我画了这么多人脸框 这些比方说有个编号吧 从1到100 都是人脸框 这些人脸框有什么特点呢 比如说正常一个人脸是这个圆圈 那么这些人脸框 其实是高度重叠了吧 很多人脸都能 很多个scale都检测出来这个框 那么这些框啊 都是堆叠在一起了 那么最终效果呢 可能就是说 一个人脸啊 有很多个框 给它都组合在一起了 那怎么办呢 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个支持点啊 我还没有准备 直接是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吧 叫做一个非极大直 一致 咱们就看一下这个博客吧 非极大直 非极大直 一致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 是不是说有很多个框啊 都检测到这个人脸了 那么最终咱们是不是说 一个框就足够了 那怎么办呢 这回咱们就需要筛选一些了吧 怎么样来筛选呢 给大家来说一下 对于这么多框 哎呀再画一下 对于这么多框啊 首先来说 每个框 它都会有一个概率值吧 咱们刚才在构造这个框的时候 大家来想一想 我是不是还往框里存了额外的一个东西啊 它属于一个人脸的概率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看了 假设说某些框 它们的一个IOU intersection union 大家没忘吧 比方说 A框和B框 它的IOU啊 已经大于0.8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认为它俩是高度重叠的 高度重叠怎么办呢 我们比较一下 A的一个 它属于人脸的概率PA 和B属于人脸的概率PB 看一下谁大 比如说 A的一个概率值呢 它是等于0.97的 B呢 等于多少 B等于0.95 那A是不是大于B啊 这个情况下 咱们就把这个B框 给它删除掉 只保留A框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也就是说啊 这里咱们用了一个东西 叫做NMS NMS啊 它就是一个非极大值 一致的意思 在这里呢 对于很多个人脸框 咱们需要使用这个NMS啊 把最好的框 给它保留出来 最好的框呢 就是说 怎么模型啊 预测概率值最高的那个框 再给它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呢 把其他的框给它去掉 都重合吗 你不不知 重合起来 哪个概率值高 我就把哪个保留下来 概率值低的 咱们就给它过例下去就好了 好 然后啊 这块咱们还需要写 这样一个NMS操作 NMS啊 代码咱们就不去理解讲了 网上有很多的 咱们直接随便 用一个就可以了 咱们在这里呢 先是写这样一个东西 咱们如果Totalbox存在 咱们先给它存进来 那么最后呢 我还需要对这些boxes啊 做一个NMS变换 boxes NMS 它的一个NMS啊 就是等于一个 我先是给它转换成一个Numpelry的格式吧 先给它转换成一个Numpelry的格式 A-R-A-Y 然后呢 对于Numpelry的格式啊 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我先是给它Totalbox 进行一个转换 进行转换完之后呢 我要写这样一个truebox 就是一个真正的box truebox啊 就是一个boxes 就等于一个NMS完的一个结果 NMS啊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啊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啊 我之后啊 会发给大家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啊 就是我代码参考的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里面啊 这个NMS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 因为这个啊 不是咱们这节课的重点 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去说 NMS啊 是怎么实现出来的 我们需要调这样一个NMS函数啊 它就等于 咱们的一个box 把box传进来 然后呢 还需要指定这样一个参数 就是说 你指定一个预值吧 就是说你要一个 看一下重合多少的一个概率 咱们去做这样一个NMS 这块呢 还需要指定一个值 比方说你指定个0.8 指定个多少啊 这些值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做 这样一个指定的 好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现在已经把这个box都找到了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 去把这个box给它画出来了吧 咱们再简单说一下 这个画图操作吧 如果这个box它不是等于空的 我就把它的东西取出来 我要取什么 我要取它一些坐标值吧 X1 Y1 还有X2 还有这个Y2 把它的一些人点坐标 就是咱们刚才检测出来的 这个 这里的存的这些东西吧 在方定box里边的 我先给它找出来 它就等于一个truebox 这些坐标值啊 就是等于这个truebox 然后呢 咱们就用cv2.1颗函数 把它画成一个长方形就可以了 一个retongo ictangle 一个retongo 然后呢 咱们这里需要传进一些参数 有咱们这个img 咱们的一个原始图像上 然后呢 把这些 X1 Y1 X2 Y2 咱们要做一个转换 先给它转换成一个int类型的 这里啊 咱们还需要给它写个大括号 因为它们是一个原始的参数 intx1 复制过来吧 实在不想写了 int一个x1 然后x2 然后x1 然后是一个 我想想 x1 y1 应该是左上角坐标 然后呢 一个x2 然后还有一个y2 咱们把这些坐标都写出来之后 就可以画这样一个图了 画完这样一个图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cv2. 我们可以用一个aimshow函数 就是说我们可以显示一下 也可以用一个cv2.y的函数 咱们给它保存下来 其实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下 就不给大家再详细去说了啊 就是说咱们的这个 人点啊 咱们可以把原始图像进行一个显示 或者进行一个保存 那么下面咱们就可以 其实啊 这就是已经完成了 咱们的一个基本的案例了 咱们可以说啊 这个人点检测的代码 还是非常简单的吧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代码 一会儿呢 咱们再来复习一下 咱们边复习的时候啊 我就边拿这个 边在这个人点检测 咱们的一个笔记里边 在给大家去记录 咱们的一个流程了